大家好,欢迎来到柬埔收货 大家看一下,这是以前的一个shed 右边是一个养鸡的地方 这是我们家原来房主的楼下的shed 这里面有点鸡窝,他以前在这里养过鸡 但是因为他这个建筑的很不好 这里面曾经软控进来,把他们家所有的鸡都吃掉了 这个建筑也看到下面这个位置的洞 小洞都能够进去 外边这是一个chicken run 上面原来是用的chicken wire 但是也不是很安全 所以我们准备把这个全部的重新建 建一个安全的寄屋 下面的地也是已经都烂掉了 板子都烂掉了 要重新把它整个地板都重新把它拿掉 然后重新装新的板 大家好,今天已经是鸡窝已经降到第三天了 我们把右侧的,原来这有一个小门 它是用作养鸡的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太小了 所以就把这个门封上了 整个这个shed 我们都用来做鸡窝 这样就只留一个门 我们看原来地下的这个板子 烂掉的板子 所有的这个板子 我们地下的地基的板子 全部都弄掉了 然后呢,下面呢 加了三层 第一层呢 这是一个plywood 全部都是防腐的 然后中间这层呢 是水泥的 这个水泥板 然后上面这层又加了一层plywood 这样呢 就防止小动物从下面往上倒洞上来 水泥的 因为这个小动物 这个水泥是倒不动的 就是比较安全的 它就 不会有小动物从下面上来 他们家以前就是有这个问题 木头烂掉了 或者是被小动物给倒洞倒上来了 水泥会 嗯 伤害剂 在整个这里面 中间原来有 中间原来有个墙隔开 现在就是整个都打通了 然后上边那是一个 这个位置是一个通风口 原来就有的 然后这里有个窗 这个位置原来是一扇门 把它堵上了 然后这个外面 重新加了外面的这个板 做了一半 这是 这一面的情况 原来这个鸡窝呢 它因为有些板子烂掉了 它整个这个鸡窝不是水平的 那么 我老公和 我们家亲戚还有一个朋友过来帮忙的 就把它用千斤顶顶起来下面垫上砖 现在已经是水平的了 而且这个鸡窝的下面的地板已经是很 现在是完全建好了很结实 我们看一下侧面 还是 还没有家外面的那个板子 然后这里边已经清理掉了 原来这里面有很多的杂草 还有这个鸡窝也都是破烂不堪的 它现在还没完全弄好 这里面还需要再继续的清理 然后这里还有一棵树 我们希望能把它留下来 因为这样能给鸡一点遮阴的地方 我们再清理这个鸡窝 在清理这个鸡窝的时候呢 发现它 鸡窝下面有这个小动物做窝 真的是 做了很多两三个窝在里面 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在里面做的窝 好 这是侧面 这面是他们新建的 要做这个chicken run的这个架子 可能是 我也不太清楚 好 我们 今天和昨天都休息 明天会继续的开施工 然后我会和大家更新 谢谢大家观看 愿上帝赐福你 我们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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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